上回主给您说到 司徒朗出世 司徒朗跟李坤本是亲师兄弟 他们这师兄弟三个人 能耐最大的就是司徒朗 跟老师学会了五行轮 而且会按掌打人 出世 解云南 走到北直里 这一路上就打死二百多有名的武术家 消息传到了云南 庄道爷要行家法 司徒朗畏惧 这才跑到外洋 在大机械工厂里边 从擦油泥开始干起 学会了西洋八宝 转新的罗斯各种机械学 在外逃亡二十载 这才回转中国 这个人精通外文 而且有技术 懂机械 本身又是高明的武术家 行走于江湖 得了个外号 叫做九尾宗仪 宗仪是什么呢 宗仪是一种猴 这个猴主义孝子 这个猴啊 跟人一样 特别的聪明 往往呢 他能够 小人的各种思维跟动作 除了不会说话 这个猴在动物当中 算是最灵的了 您都知有薄园偷逃啊 老猴 得了病了 想吃桃 需要这个仙桃 那么小国又按 前去盗桃 宗仪这个猴就是 宗仪这种猴 要得了东西 他不吃 他必然要带回去 先孝给他的父母 但是 这种猴同时又很残忍 所以 给司徒朗 江湖上人送一个外号 叫做九尾宗仪 很尊重他 你要不尊敬他 他手底不留活口 来到了云南 打听自己的师弟 李坤李太吉 现在怎么样 一问才知道 李坤交了七个朋友 号称八义 占据南盘江八卦山 打造一座 九宫八卦连环埔 司徒朗拜山 去找李坤 那位说 他就不怕庄稻秦了 第一 庄稻秦岁数太大了 在他想 庄稻秦没准 已经不在人间了 自己师父故屋去了 那么投自己这个师弟 他本是云南一个大财主 为人秉性 最为忠厚 那么投他干嘛呢 现在一打听 孝聚山林 虽然没有公开的下山行侠 终究是不法之行为 那么我司徒朗杀人 也是不法之徒 你李坤占山 也是不法之徒 咱们俩人可就画等号 这回豁嘴的吃肉 肥也别说肥了 干脆啊 我投奔李太吉德了 司徒朗一拜山 惊坏了 八卦山上的八义弟兄 净听大哥李坤说 当初有个大师哥 叫做司徒朗 这大师哥能耐大了 可就是人性差点 那么这道书 您要听司徒朗是好人 是坏人呢 司徒朗这人 真得凭他 叫做一正一席 别看司徒朗不是好人 但不是英雄本色 您往后听 您听听九尾宗一 司徒朗的所作所为 哪一样都说得出去 可是性情 乖章 残暴不仁 此知有己 不知有人 真得说顺者生 逆者亡 要搭着他的能为太高 那么九尾宗一 司徒朗 这一败山 哥尔巴格赶紧到山下 十八颗羊 闲来迎接 对司徒朗很尊敬 司徒朗这人 天生的好戴高帽子 吃捧 吃顺 叫不吃枪 一看李坤 多年未见 对自己这个态度 还是这么样的尊敬 更何况八亿 对自己都非常的尊重 高高兴兴来到了八卦山上 九宫八卦连环土 分赃 居于大厅之内 分宾主落座 李坤命手下 楼落人等 九雁百相 九个三巡 蔡国五位 就在西起安司徒朗 提出一言 说师弟 我要关一关 你八卦山的山势 李坤引着 司徒朗山前山后 山左山右 这么一看这一座八卦山 司徒朗是高人的 哎呀 暗含八卦之事 天然的造成 这一座八卦山 敢说是 一手南弓 好 师弟 这不是 我打算投奔于你吗 那么你要有的是钱 你得把钱拿出来 交给我司徒朗 李坤说干什么呢 我运用我在西洋 二十代所学之术 我在你的八卦山上 安排一下机关消息 打造许多埋伏 不敢说 顾若金汤 任凭千军万马 不敢正视 把瓦山 这个话说出来 可不是 司徒朗 吹牛 确实有 这样的本领 说这东西 那么容易 就做出来 不容易 得由司徒朗 画出图纸来 关键的地方 司徒朗还不给画图 全凭自己的手工 去制造特殊的灵件 那么 粗笨之活 让工人来干 都拿出图纸来 他不放心 怕别人复制他的图纸 司徒朗 确实有这样的能耐 说出这个话来 没想到 李太极是个忠厚之人 李太极微然一笑 师哥 您的好意 我诚情 可是有一点 我并不是下山行抢的歹人 我虽然不是奉公守法之辈 但是 自从占据八卦山 我八卦山上的自产自出 公买公卖 并没有一次下山行抢的那种行径 那么 官府也拿不着我 我无外乎 是比刀兵之乱 比官府的压派 我不愿意在外边 这才 闭关自首 归缩在八卦山内 那么您诺大的年纪 来到八卦山 投奔于师弟 我要想几天清福 那一那清闲 何必如此劳心废致 为我而奔波操劳呢 那李坤 李太极说的本是 有嘴无心的话 可是 司徒朗这个人 他拿好话不当好听 哦 你虽然占山 但不是下山行抢的歹人 那么我给你出完这主意了 我就是歹人了吗 哈哈哈哈 好啊 师弟 既然你不愿意 让我给你打造这些个机关埋伏 也就罢了 哎 看来你这八卦山 没有我司徒朗 用武之地 我麻烦麻烦兄弟你 师哥你说 预备下小船一只 送我下山 一句话错出唇 司徒朗起了疑心 他吃了心了 李坤李太极知道话已错出 但是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叫做覆水难收 说不上来不算 苦留司徒朗 在说什么 司徒朗摇头不远 绝不在你山上待着了 无奈何 他这才备些小舟一只 送司徒朗 下山 那么司徒朗 跟李坤李太极说翻了 分把我山下来 司徒朗可是要强的人 他本来提出来帮着李坤建山 可是出于好心 没想到李坤不同意 拿热脸贴冷屁股 他觉得受拔过山之辱 暗恨在心 可叫下了拔过山 坐一夜偏舟 这只小船 向西四十里 水势见宽 耳轮中只听着赤喽喽一声 想见苍朗朗 一棒铜锣交费 罗声震天 水声战耳 前面颅尾分处 闪出一只大船 十一只小船之上 占满了喽喽兵 大船之上有两家寨主 上手一个人相貌丑陋 掌中一对分水莲花朵 下手站的这家寨主 虽然说相貌倒是其中一点 稍微顺点眼 掌中是这么一条狐狸钢叉 这两个寨主 口念山歌 说不识王法 目不天 终招酒醉在江边 万岁若是从此过 也要留下买路钱 压绷半个说不字 一刹打死 是江那番 待 姑爷 绵阳 留下买路银钱 哇呀呀的连声报叫 有楼楼兵架小船 往上围 一只两只三只品子行 就把 司徒朗这只船夹在当中 哎 老头 把包袱留下 司徒朗 乐了 这可真不错 拉小馅儿的碰成套白狼的了 不认得九尾宗医 司徒朗 倒要细耍而等一番 哎呀 各位老大 我非是旁人哪 乃是个泛红货的客人 身无旁物 翡翠钻石必喜眸眼 有八十余香 现在船后仓礼 十指望混过南盘江 得错货物 我赚个棺材本 哪知道行之在贵处 被各位老大 尸破刑藏 要我留下包袱 这八十余香珠宝 既愿意献与债主 各位待望 可是有一解 我有个伙计 我做不了主 需要问他 他要让我献 我只是要献 他若不让我献 我还真献不了这些珠宝 楼楼兵一听 啊老头 去问你的伙计 是是是 说这话一伸手 司徒朗把包袱给解开了 把包袱放在小船甲板之上 包袱打开了 把衬手的兵刃一队五行轮拿出来 把包袱裹起来 杀在自己腰中 慢慢腾腾请自己的日月五行双轮 在怀中这么一抱 各位 这就是我的伙计 方才我问了 他不乐意 没办法 上赋你家两位债主 尽钱搭话 跟我的伙计交谈 嘿 老帮子 你可真能说俏别话 有你的好瞧 楼楼兵往回报 来到了两家债主的面前 骑兵瓢罢的 绵羊扎口 哦 两位债主 闻听此话 大船往前推 推着小船 前后左右 摇摆不定 一看 小船 船头之上 占以老者 须法皆白 可是精神足满 掌中抱着这么一队兵人 哥俩不认识 心里边就是一惊啊 这个老头 别看年岁的 但是孤身一个人 请着军人往这儿 一站面无巨色 必有初期的本领 不可貌似 这舱把子 何字的吗 司徒朗一摇脑袋 我是海字 在线上的吗 我是在神上 您是门了人的 我是过脑里边 简直的是 戏耍我弟兄二人 你敢抱个腕吗 哈哈哈哈 司徒朗 仰天狂笑 哇 我把你们两个 没长眼珠子的狗子 我认得九尾宗一 司徒爷爷吗 哎呦妈爷 妈爷的我的姥姥 九尾宗一 司徒朗 行事残忍 名中江湖 掌中一队五行轮 哪个人不怕 难道是司徒朗 老前辈吗 嗯 怎么着 你认得我吗 太知道了 您老人家 明吃宇宙 晃动乾坤 敢说天下 第一的人物了 小子战山 就位等您呢 可想见尊荣 今日一会 可称三生有幸 老英雄 请过传续话 司徒朗 咱说了 好戴高帽子 这两句话捧完了 哎呦 你味儿这么大呢 好 哇哇 向后退 两家战主 左右一分 脚尖一掀 船头老爷子 司徒朗 纵身小 穿过了大船之上 别看已然 五六十岁的年纪了 但是 身法矫健 轻飘飘落在大船之上 真得说 升息皆无 你们两个小子 你们两个小子叫什么呀 两位债主一报名 这才知道 一个叫做万古提听兽 蒋雄 蒋英斧 一个叫做千载波尼象 徐军 徐小霞 那位说波尼象是个什么东西呢 波尼象就是猪龙 水性最大 是齐性最寅 你要说传统的评书 有一位隋阳帝 有人说 就是这猪龙转世 水性最大 齐性最寅 你按西河大谷说 这个隋阳帝是支柱转世 大支柱经 说这隋阳帝 什么的都有 可是这个猪龙转世 你要看辽斋上 倒有这个出处 就说这隋阳帝 但跟此书无关 千载波尼象 那么这个徐军 徐小霞 水性不错 自顾了 他的水性大 所以给他 起了这么一个绰号 那么这个蒋雄 蒋英斧呢 叫做万古提听兽 万古提听兽 是什么呢 就是地藏菩萨 地藏王 他的那个坐地 他的道号 可比地藏菩萨 还要深远 他的年头 比地藏王还要长 这种兽 上提 听三十三天 下提 听 踢十二动腹 上下 通天彻地之能 所以他叫提听兽 万古呢 就说他活的年头最长 他知道的事最多 为什么给这蒋雄 蒋英斧 起这么一个外行 就因为蒋雄 这个人呢 别看脑袋 长得不好 相貌丑陋 但是博古充金 强文广迹 这个人的知识 非常丰富 江湖上人 敬重他这对 分水莲花朵 使得好 而且 佩服他 脑子 记忆力 特别的强 给他起这么一个外号 叫做万古提听兽 蒋雄 蒋英斧 那叫千载 波尼象 徐军 徐小霞 两个人真知道 司徒朗吗 还真知道 唯唯诺诺 处处贪贪 恭恭敬敬 谨慎 小心的 就把司徒朗 请进山中 九个三巡 采过五位 九夕宴前 司徒朗提出来 要看一看 你二人的山事 山前山后 山左山右 这么一看 哎呀 司徒朗一看 比八户山还好啊 天然的这个水岛啊 是多少个 礁石岛 连成了这么一大片 上下聚空 大骷髅足有三百六 小窟窿 那可叫赛流氓 难得的是 这些个孔 这些个窟窿 是孔孔相通 有的那边 你看着明明是实的 但是水能过去 就说明它是通的 半游人工 半游天产 底下小 上边大 这么一座礁石岛 跟空中阁楼一样 太难找了 我问你二人 打算再次久战呢 还是临时再次战山 你们有没有长久的打算 哥俩一听 老爷子 我们也是受官服 家扑 我们也是未必战乱 来到这儿 离我们不远 往东去几十里 顺着南盘江 下哨 有这么一座 八卦山 有一位 李坤李太吉 家是大财主 街交下 亲朋友 号称八亿 占据八卦山 那么我们两个人 没有那么大的势力 就带着这些人 在这儿待着 跟您说实话 想久待也待不了 打算投奔 八卦山 无奈何没有 觐见之街 斯特朗一听乐 我就可以 李坤是我的亲师弟 我是他亲师哥 没有我 李坤不会练把势 他这武术 都是因我而销 太好了 老爷子 您带我们上八卦山吗 不行 八卦山上的人 尽贤度能 气量狭窄 我这么大能耐 他都不用 咱们要去 真好比水破 梁山之上 林宠 投奔梁山破 那李坤就好比 薄一秀 是王伦的相伐 他不容高人 别看我是亲师哥 我一句话 你们俩带人就上山 还准当债主 可是有一节 去那干嘛呀 我不来你们这儿 还是还则罢了 我到了你们这儿 赶保你这儿 比八卦山强 你们俩有多少钱吗 哥俩一听 谁接谁呀 这 我们俩有多少钱 你要干什么 全拿出来 交给老爷子我 我管保你这一座 礁石岛 铁桶 相法 俩人还真服司徒朗 司徒朗 按着这个山势而建 要怎么叫 半游天产 半游人工的 真了不得 各位 书说的这儿 咱得赞成司徒朗 愣把一座 礁石岛 这三百多个大窟窿里头 全都安上机关消息 这个江水下来的力量是大 哪下闸拦住了 由哪活水变成死水 由死水 由变成活水 安排一下 滚瓦 炫坑 脏坑 井坑 梅花坑 窝刀利弩 各种机关消息 转心的螺丝 走线活人 就这座岛上 有木头人 有木头兽 完全是铜线铁盘 把它不挂上鞋 一点事没有 挂上鞋 勿走一步 处着机关 南逃活命 改名叫做玲珑岛 这座岛 后边 有凌鸦峰 前边 有镇海泉 敢说呀 半仗天欠 半仗机关 敢是把这钱也花完了 把这岛也建成了 那么须军跟蒋熊 两个人 大西眼里头 扶司徒朗 这人能耐太大 平时演讲武艺 司徒朗稍微露出一点来 这哥俩敢说 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有心拜司徒朗为师 司徒朗还瞧不上 他们俩人 得了 你们俩人就尊我为老寨主 你们俩还算大寨主 二寨主就完了 钱都花完了 吃什么呢 出去断道劫财去 这俩人是吃水上买的 这司徒朗就是劫来的 现在司徒朗上山不许劫荡 把钱也都花完了 到了山了 没钱了 这怎么办 司徒朗一琢磨 这会儿找我师弟去 走 狗帮去 预备一张红蹄 请 李坤 带着八亿 到玲珑岛前来剪彩 我这玲珑岛算正式开张 可是现在粮草不计 你得周记周记我 主要的是让你 瞅瞅我这个机关 你呀 后悔去吧 李坤 李坤知道惹不起司徒朗 又确实搭着 自幼同堂学义 对司徒朗真得说是半事半有 自己小能内全是他的引荐之力 知道他行事不仁 但是下红铁 请自己不敢不去 带着自己七个把兄弟 这才来到玲珑岛 到这一看 李坤就傻了 司徒朗 让蒋学二寨主 当着李坤 拔一弟兄的面 把这个机关消息 怎么一掩饰 只把哥八个看得是 称武皆舌 大吃一惊 这才知道 大千世界 无其不有 才知道 师哥 司徒朗 二十年 西洋之功 不是白下的 这能耐大了去 心里的甚至说 有点后悔 当初应该答应司徒朗 让他帮忙打造 八个山 但是司徒朗 暗恨自己 把玲珑岛收拾得这么好 自己现在再说出来 让他去八个山 他也不去了 李坤心里明白 这才送了许多金银财宝 帮着司徒朗 把玲珑岛的各种 鱼木副业 给他支撑起来 在外省外县 干下很多大买卖 什么粮油店啊 米面庄啊 什么叫做酒楼 当铺 首饰楼啊 各种鱼行的生意 完全是李坤拿钱 给他出的本资 就为了 拉拢司徒朗 别让他恨自己 带着众弟兄 回转八个山 有一位高人 正是八爷小诸葛 叫做田方田子部 田八爷可就看出来了 司徒朗跟李坤 不是一路人 别看是亲师兄弟 日后难免 就有反目成仇 就有翻脸的那一天 小诸葛 小诸葛田方田子部啊 为人惊喜最聪明 一琢磨 我呀 走旗啊 这招啊 得懂得留招 得懂得不言 输旗不能输路 我也别跟啊 我得七个哥哥商量 我自己便意行事 这才预备 新打上来的 这么一筐江仙 什么叫做江团呢 哪叫河旁去呀 大青虾呀 预备这么一筐 那筐十令的蔬菜 驾小船来到了玲珑岛 知道没有司徒朗的人领的 自己网称小武侯小诸葛 进不了人这座玲珑岛 只能二指搓唇 滴溜溜打了一个匪圣 里边空眼里有人探头探脑 什么人 八国山田方前来求见 司徒大师兄 哦 怎么着 不用往里跑 就在空眼里边 一根一根的线 都是铜线 拨一根铜线 带动里边的铜铃灯 哪根铃灯响 就能通知里边 愣把这个铜线